大家好,我是Stan 5050所屬公司的全代表 发生了电影般的事情 今天,根据媒体报道 5050所屬公司Attract 成功获得了新加坡投资公司 Evergreen Group Holdings的100亿韩币投资 Evergreen Group Holdings 是位于新加坡的全球投资公司 该投资公司的年轻CEO David勇表示 我对能够建立投资关系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高度评价了全代表的娱乐策划与执行能力 以及公司的前景 因此决定投资 全代表则表示 我对认可公司未来价值 并决定投资的David勇代表表示感谢 现在公司必须积极金取的迈向未来 在这里引起网友们关注的是 David勇代表今年7月曾参加过 韩国KBS球与电台节目 摩西德摩罗布塞的嘉宾 当时他在节目中 与主持人蔡江欧乙速滚见面时表示过 我想投资韩国娱乐圈 但我在韩国没有人满 我也遇到过很多诈骗 哥哥们请帮帮我 表达了他的困惑 而在David勇出演的节目YouTube片段 有网友曾留言 希望能与全代表合作 该留言收到了2800多的赞 因此David勇代表经过公司内部的讨论后 决定支持全代表 而全代表也非常乐意的接受了投资 最终完成了这次的投资协议大成 因为在法院驳回5050的申请 50方决定上诉后 很多网友们就担心 这手法跟之前重新的时候完全一样 他们的目的就是拖延诉讼 让全代表资金周转不灵 最终宣告放弃 所以这次的投资真的是非常大的翻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而这个人之前出演节目后 说想要投资KPOP太神奇了 哇本来因为资金问题很担心他了呢 直接扔掉他们进行第二期吧 之前担心他们那边故意想要拉长诉讼 让资金不足无法继续打官司 真的是太好了 果然跟重新的那时候进行的不一样 现在开选秀节目的话一定会大红的 希望能赶紧联系一家电台重新挑选成员 他们以为公司只有他们 只要硬撑就可以了 现在公司可以直接做别的组合了 太好了 在诉讼过程反而让大家都知道了 公司对艺人非常好 应该会有很多联系商想要去那家公司 因为Fifty事件公司也有了知名度 怎么看的话 最后的胜者应该就是全代表 如果真的出新组合的话 会给您看韩国网友们的力量的 海外虽然我们无能为力 但是国内一定会用钱就训您的 对于全代表拿下了100亿的投资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就是很可爱呀 你真的很可爱 很可爱 所以说可爱呀 那要说什么 ans来arsa zleby bwd6 zleby bwd6 zleby bwd6 感谢观看